大家好,這裡是原來是這樣子的頻道 趁著雨季的空檔來看一下田尾的花 那現在剛好是今天沒有下一點點小雨的時候來看一下 好,這個是饅頭 這個現在饅頭開的非常非常多 而且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有各種不同的個體 這個是最有趣的事情 你看這饅頭很漂亮 饅頭其實有非常多的編號 那這種饅頭食湖懶是交配型的個體 那交配有非常多的品種 所以有非常多的編號 每一個個體都長不太一樣 花也不一樣 那種感覺都不一樣 所以呢 其實現場看的時候會比較準確一些 那其實現在因為是春食湖懶的最後的季節 現在是饅頭季 所以你會看到非常非常多這種 有雙眼睛的饅頭 其實很漂亮 然後再開花 那照顧好的狀況下 當然開得非常的好啦 那其實有這裡呢 現場有非常非常多的個體 我們看完這個比較 對比比較深的 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沒有那麼的深的 有沒有 不同的個體 因為這些都是交配型的品種 所以有不同的形態出現 那你看看這種紅色的 那種交配型的石湖 有些都可以開到中層以上 非常漂亮 開滿滿的 像這顆我覺得好漂亮 這一顆的唇是有一個白色的框 那這個其實我沒有看過 這個可能就是某個交配個體出來的個體出來 你看非常漂亮 它的開花 它的形態 它的分布其實都非常的好看對不對 那這種個體呢 就是要到現場看到的時候選才是會選到好的個體 因為有時候這種雖然都叫同一個名字 不過它有可能因為不同交配型態的問題 有產生個體性的差異性 所以你在看的時候會有完全不同的感覺 好 還有這個你看這是白色的花的 這個應該是18磅類的 可能是大型那一類的 那右邊呢 還有天宮石湖 所以現在很多蘭花目前都在開 目前都在開 而且這個算是在天宮石湖以後的品種 通常有交過帕利錫 有交過其他品氣的時候 你看這個又長不一樣對不對 這一類型的真的是非常多樣性 而且非常多變 而且花非常的多 重點是花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有些人想要種天宮樹的話 說不可以考慮一下 種類似這個饅頭系列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蠻好的特點之一 而且它是在天宮之後 它顏色比較粉紅 所以形態會完全不一樣 那如果照顧好的花 它也可以開滿滿的花 非常的好看 這種就是樹大就是美啦 因為花非常的多 好 我們來後面看一下 現在有什麼石湖籃 你看這個其實也是一樣 不同科的個體 那現在呢 因為是春石湖籃的最後的季節 前一陣子我們看的是另外一種春石湖籃 現在這一類型的 大部分就是類似 倒吊 我們叫倒吊 有人叫倒吊 倒吊石湖籃的系統為主 那還有很多的在開的 大部分有些是交配過的 因為我們18磅是在比較早期的時候就開完了 那現在大部分你看到都是有交 可能是交蝦子彈香 或交其他的個體出來的 你看這個是白花紅心的個體 白色的花紅色的心 所以有非常不同種的個體在開 那所以呢 你進來的時候你會發現 非常非常的香 因為這一類型的蘭花都有香味 而且都有很濃郁的香味 因為彈香會香 扒利喜也會香 那還有一些像他們有些可能是 交了貝殼系列也會香 所以這一類型態的蘭花全部都會香 那你看還有那種很有趣的個體 就是他旁邊會有紋路的 有沒有 這些紋路形態的 這個你仔細看的時候 他旁邊會帶有特殊的顏色的邊 這個其實蠻好看的 而且每一顆個體都不太一樣 都不太一樣 這還蠻有趣的 就是你看這個 這個跟剛才那個的顏色完全不一樣 他旁邊有帶有紅色的邊 那這一類型的蘭花 現在可能可以開個兩個禮拜多左右 當然是如果下雨的話 凋謝會比較快 因為這一類型的 其實會有一點點帶有蠟子 天空石湖是沒有蠟子 但是這一類型的會有一點點蠟子 所以可以久一點點 那有顏色比較深的 有顏色比較淺的 有些可能是有個體型態的 有些可能是不一定有個體型態 就看你看到哪一個型態的花 那這一類型的交配 個體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的複雜 但是唯一反正的共通點 就是會很香就對了 所以如果有空的話 週末可以順便可以來走走看看 玩玩 因為現在大概可以再維持到下個禮拜多左右 我覺得應該可以維持到下禮拜的時間 有些都已經開到滿了 所以時間可能差不多才在一個禮拜 到兩禮拜多左右的時間 我覺得 好 所以這個就是倒吊 我們叫倒吊石湖 通常為什麼叫倒吊 就是它會往下漲的 那也有往上漲的 像是帕利席那類就是往上的 所以有往上漲的 有往下漲的品種不太一樣 那有小苗 你看這些小苗 有些都已經開到差不多 像有些個體你看開不起來對不對 這個跟每個個體有關係 所以其實個體有時候很難講 有些這個就有開起來 有些個體會合和的感覺 就是開不太起來的感覺 有些會展開 所以這個就是跟交配後來的個體有關係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右邊這個地方 這個白色的花 現在都是花豆對不對 這個你看它中心是藍色的有沒有 偏藍色 這個是帕利席 帕利席變異藍變種 其實以前很貴 這幾年應該會便宜很多 正統的大部分所看到的帕利席 應該都是紅色的個體 那這一類型的是藍色 就偏藍色的中核心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特色 那經過了一陣子的大量繁殖以後 現在量應該比較多了一點 跟往年會差蠻多的 往年其實藍色的個體 一直都是價格比較比較高的 而且量比較少的 那這兩年呢 慢慢慢慢的數量就有上來了 所以蘭花都是這樣子 量多的話價格就比較便宜 現在都是花豆 那為什麼現在還是花豆呢 因為帕利席算是最晚開的 蘭花的品種的其中一種 像白貝殼跟帕利席 差不多都比較晚開的 等到這個開完以後呢 就是夏日檀香啦 就要進到夏天了 所以呢 帕利席這一類型的 會在最後面 所以如果要找花的話 帕利席現在目前是正在開 那帕利席有一個特徵 它是往上漲的 它跟我們剛才所看到倒吊不太一樣 我們看倒吊是往下垂對不對 這個會往上漲喔 所以它的那個枝條是比較朝上的 枝條比較長的時候呢 會垂一點點 但還是朝上漲為主 好 那像這個是小苗偷開的 你看還沒有開的很漂亮對不對 這個你可以 如果你有要買的話 就回去以後上個版 其實就可以蠻好看的 大概這個已經可以開的話 大概再種個一兩年 可能就會個體就比較大了 你像右邊 剛剛我們看到這一類型的 這麼大的都種好幾年以上了 基本上要種到這麼大 起碼要可能要兩三年 三四年以上的時間 才有機會種得這麼漂亮 好 所以呢 現在正是這個細節 有機會來這裡看看吧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